随着苹果关心了今年的WWDC大会的具体时间 作为每年的重头系iOS的更新 也将迎来它第17个大版本 到时候会揭晓iOS7的新特性和改进 很像往年一样 第一个测试版应该会在当天晚些时候 提供给开发者进行测试 不过最近有来自外媒MacRomers的报道 提前分享了最新有关于iOS7的新消息 除了之前透露的性能和稳定性的改进以外 新的特性也不少 苹果目前最新款iPhone14 Pro系列手机 取消了前置刘海而改用灵动岛设计 而今年9月份将要发布的iPhone15系列 也将极有可能会全系标配灵动岛的功能 不过从去年到现在 灵动岛的软件生态并不完善 App的适配和兼容性问题 并未有大的改进 而iOS17的到来 务必将对灵动岛功能的完善进行强化 这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了 灵动岛的设计巧妙地将硬件和软件相结合 使得iPhone的人机交互发生了质的改变 iOS17将会支持更丰富的交互升级 比如直接在灵动岛互助Siri并交流 充分利用灵动岛的区域 你甚至还可以把照片直接拉进灵动岛后 切换到其他应用中再拖出 整个过程湿滑流畅 小物件可以让我们不用打开具体的App应用 就能在桌面方便地查看应用信息和内容 但目前仅仅只支持查看消息 并不支持进一步的交互 而马上要来的iOS17中 Apple可能会进行全新设计 让用户可以直接在小部件上进行交互操作 拖动滑块或者是点击等等 全新的控制中心 自从iOS11中把控制中心改为了全屏模式后 直到目前控制中心就没什么大的改变 而来自多家外媒的报道 在iOS17中很有可能会采用和MacOS类似的控制中心设计 除了外观上的不同以外 还可能把音量和亮度调节改为了横向设计 另外一些比较高频使用的功能 例如WiFi和蜂窝网络等等 都将移到控制中心的底部 Spotline 可以使用户快速方便地找到自己想要找的内容 此次聚焦搜索功能强化将会大幅地改进整个搜索体验 语音的识别支持将成为可能 真正做到全局搜索 它也将和其他应用更好的集成 提供更加智能和个性化的建议 其实iOS和安卓系统相互借鉴已经是四空见惯了 而在安卓系统非常常见的分屏功能 在iOS中一直是用户呼声很高的一个要求 iOS17的更新极有可能会把这一功能带给用户 另外我们在早期的视频中也提到过应用测载功能 来自彭博社的Mark Gurman也在他的报道中提到 iOS17的开放使得用户可以绕过App Store 直接安装第三方应用程序 当然这个是Apple被迫于欧盟的压力 要知道App Store每年可以给苹果带来巨大的营收 测载的出现无疑死的苹果压力三大 但作为用户的我们还是乐乐其中 除了以上功能以外呢 新的CarPlay相机APP各种辅助功能等等这些都会得到更新 在之前的报道中有提到过iOS17将放弃iPhone8和iPhoneX机型 而目前的最新消息是iOS17支持升级和iOS16目前的机型一样 但有可能会有某些功能的缺失 并不是完整版的iOS17 距离WWDC2023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关于iOS17不知道你们还有什么特别期待的功能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小鹏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